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商家与住家 商家与住家 他最大的一个不同点 商家的气场要动 住家的气场要进 因为商家他是需要人来人往 他的生意才会好 住家则是要安静 人才有办法在里面休息 所以在商家里面有几个会跟住家不一样 例如门 他可以开邪的 因为他可以纳四方的气进来 但是在住家就不能开邪的 因为你纳四方的气进来 气场会混乱 这样的情况下 你在里面就会不容易休息 商家他左右动是好的 因为动会产生动态的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会有人来人往的现象 然而居家你不要左右有马路在那边动 这样子一来变成人来人往的情况 你的居家 人就不容易待在家里 很容易往外跑 所以这些都是 商家与住家不同的店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